黄金价格又出现大幅回调 那么这是买黄金的好机会吗 五一期间本来是传统的黄金销售旺季 可是全国很多金店都表示说 这个五一销售有点惨淡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一年以来 黄金价格不断飙升 很多金店打出的黄金价格都高达700多一克 而另一方面呢 过去一两周啊 全球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调 毕竟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上涨不会下跌的 黄金前一阵子涨的实在是太猛了 所以有回调也正常 一下子黄金价格回调了百分之五六之多 以至于啊 很多金店今天的黄金零售价格已经不到700了 而回收价格呢 只有500多块钱 很多人买黄金也是买涨不买跌的 当前一阵子黄金价格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紧张 感觉到黄金是不是要继续暴涨下去了 我要赶上这个机会 所以前一阵子确实黄金销售的非常火爆 而五一期间黄金价格出现回落之后呢 很多人反而害怕了 大家觉得说 哎呀 这个黄金是不是真的涨到头了 真的七百四五十块钱一刻实在是有点太高了吧 所以面对黄金价格的回调呢 很多人反而不敢下手了 以至于很多金店五一期间啊 销售惨淡 但是黄金价格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到底还能不能涨呢 我觉得看看各国央行的态度 我们也会非常清楚 我国央行前两天刚刚宣布说 我们已经连续十八个月增持黄金了 是的 今天在全球范围之内抢黄金的呀 不只是各国的老百姓 还有各国的央行 所谓乱世藏金呢 在六十多个国家去美元化 在多个国家抛美债的大背景之下 世界实际上是需要找到 另外一个比美元更为牢靠的投资保值渠道的 而很显然黄金就是 所以啊 为什么一年多以来黄金价格不断暴涨 就是因为追捧黄金的人和央行越来越多 那么供需关系的变化 就使得黄金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而很显然 未来半年全球有很多的变数 俄乌战争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巴以冲突能否在最近终结 更为关键的是年底的美国大选 这些因素使得啊 全球经济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全球央行才如此的追捧黄金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呀 很多机构都预测 黄金价格恐怕未来 还有持续上涨的趋势 所以呢也真的有很多人一看到这个黄金价格跌了 反而要逢低去吸纳 反而要逆势操作去买黄金 确实啊当黄金价格不断飙升的时候 人家买你也买追涨杀跌 其实赚不到什么钱 还真得逆势操作 当黄金价格回调的时候逢低吸纳 那真正能赚到钱呀 那么您觉得未来黄金价格还有上涨的空间吗